在運動員的支援方面,體院其實是很足的 因為在當年我們204年開始計算 球員開始慢慢在收入方面、資助方面、科技方面 以及在訓練方面的支援多很多 除了很直接的財政資助之外 也有很多體能、心理、醫療方面的支援 最主要就是可以有一個很好的訓練環境 以及一個很好的平台讓我們去參加比賽 現在最流行的是高科技分析 體院又付錢去買這些相關的器材 當然它背後也有一個很強的醫療團隊 有些醫生去分析和給予方案 令球員更加快去康復 更加快去投入戰鬥狀態 體院治療的這個部門 其實是我自己認為已經是全世界最專業 最頂尖的一個醫療團隊 也會有很多專業的醫生去幫我回塵、覆塵 體院也有中國手法大夫 去幫我做肌肉放鬆和物理治療 體院也有一個心理學的部門 我覺得對於我自己來說是非常受惠 因為整個心理部門 其實我覺得比運動員的支援都很大 平時比賽之前我都有找過他們 當作釋放一下自己的心理壓力 他們也有一個很專業的偷通方法 可以令我們好好地釋放到某一部分的壓力 然後在比賽上可以更加充分到自己應該有的水平 接下來有一個新大樓落城 那個地方大了 第二個球桌多了 第三個是一些監測的熱器多了 比如是一些錄像 即時的分析 還有我也有向體院申請買了幾部最新式的發球機 那自己就真的很期待 還有我覺得我們全部人都很開心 因為如果場地更加大 那我們就會有更好的環境訓練 這個也是政府給了很多資源在運動 訓練的模式是多樣化了 比如我們有時候去內地訓練 包括請外國選手過來一起訓練 這些都是需要體院支持 當然具體的訓練方式和對手 或者是我們教練或者總會安排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運動員拿到成績 都是跟體院資助和大力的支持分不開 我和阿杜也都更加希望可以去再前一步 幫我們中國香港的代表團去拿到獎牌 希望都可以跟隨我們前輩的腳步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個運動的話 那我就鼓勵你大膽一點去選擇 但對於結果或者成績是未知的 但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喜歡一件事 只要堅持下去一定會成功